你真的确定自己是对的吗? 作者,一行禅师。 曾经有个男人必须离家一段很长的时间, 在他离开前,并不知太太已怀孕, 等到他回家时,孩子已经生下。 他一开始就怀疑孩子不是他的, 而且认定是常来帮忙邻居与他太太所生, 他总是满怀疑心地看住小男孩, 他恨他,因为在孩子脸上看到邻居的脸。 有天,他的弟弟第一次来访, 当第一眼现到孩子,就对他说, 他简直与你尝得一模一样, 根本就是你的副制品吗? 这句话去除了他长久以来的错误认知, 而这认知已经占据他的心达十二年之久, 不但使他太太深受其苦, 也让小男孩因父亲的怨恨而痛苦不堪。 我们常依住错误的认知在形式, 其实不该如此确定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。 当看到美丽的太阳, 你可能相信太阳就是现在这样子, 但是科学家会告诉你, 那是他八分钟前的样子。 因为太阳与地球相距遥远, 阳光需要花八分钟才能到达。 又如当看住天上的星星时, 你相信他就在那里, 但事实上他可能在一千年, 两千年或一万年前就已经消失了。 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地看待自己的认知, 否则就会因此而受苦。 你可以是住在纸条上写住, 你确定吗? 然后贴在房间, 这将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 你是否曾经注意到在大型医疗院所里, 也开始挂上这样的标语, 即使你很确定, 请再检查一次这事提醒病人遇晚发现疾病就遇难治疗的警语。 虽然医院所关心的是那些潜伏的疾病, 而非内在的心形, 但我们还是能利用这标语提醒自己, 即使你很确定, 请再检查一次我们常因错误的认知而使自己痛苦, 也把所爱的人一起推入痛苦的深渊。 因此, 问问自己, 你确定自己是对的吗? 有些人因为错误的认知而痛苦了时机, 二十年, 他们相信别人背叛或厌恶他们, 即使对方可能只是出自一方好意。 一个错误认知的受害者, 不但是自己痛苦, 也连累周围的人。 所以当生气, 痛苦时, 请回到自己, 深入地检视认知的内涵与本质, 检视所相信的事。 如果能去除错误的认知, 祥和与幸福的感觉就会在心中浮现, 而你又有能力重新爱别人。 你可以不生气。 Maharaj, 因为我想梨存钱, 优优独播冐, 主持人心打火下博,